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冷话说剧 上一期钟妮卡中途放弃 这个大妈确实挺出乎意料的 在淘汰环节没有淘汰人选 所有厨师统一升为前六强 大妈成了现成的替罪养 今天继续第一厨房第七集第十一集 穿上这身黑袍就代表每个人都是强中之强 换个角度来说,接下来也会越来越难 让我们为伟大的六强干杯 经过一晚的热烈庆祝 厨师们更加斗志激昂 今天是首次个人比拼 戈登要考验各位的菜品造型功力 每个人都要做一道 不仅味道好,还得好看 色香味俱全的菜肴 做完之后 他们的菜品会有一位著名的食品拍摄师进行拍摄 今天戈登想要看见的就是让人垂涎欲滴的效果 倒计时30分钟,现在开始 每个厨师都要深知 做出的菜品不仅要味道好 更重要,在外观上给顾客带来享受 此次比赛 对这两种素质都做出了要求 每个人都想对这次比赛做得尽善尽美 不过所有选手的实力都是不用小气的 很快时间到 所有人端上自己的自创菜品 厨师们要把菜品端上楼 让摄影师拍照 拍完照之后放在电视屏幕上 都很吸引眼球 随后戈登请来了一群厨艺学员 他们要看着照片对这些菜品从好到坏进行排名 而这个时间 几位厨师要回到厨房 把菜品再做出一份 学员们选出前两名的菜品 才有资格进入品尝环节 到底谁会在这一环中得到的评价最高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很快结果就出现在戈登的手里 最后一名是豪利 倒着往前数就是杰一杰森 相对比较好 还不能进入品尝环节的 还有秋天 前两名是本杰明和爱德 戈登还请来美食家网站的总编辑 来对菜品进行终极评判 现在就看看 按而谁能够在个人比拼中首战告捷 爱德的是香肩调温炉 这道很清爽很新鲜 做得非常不错 本杰明的是香肩笔木鱼 卖向上看两道菜都是很出色的 但是考虑菜品要色香味俱全 本杰明的菜更胜一筹 他今天的这道菜会登上美食家网 网站平均每周的点击量高达250万 除此之外 本杰明还会享受一条龙的沙龙服务 输家的那几个就留下来美华餐厅吧 啥叫美华 不就是打扫卫生呗 回到宿舍 杰一还在为自己的倒数店发愁 发愁归发愁 也脱不了干活了 小可爱早已恭候多时 与此同时本杰明已经开启他的沙龙服务 剪剪头发 羞羞眉 这胜利的享受就是不一样啊 至于餐厅里的这几位 就没那么好受了 菲利普可是有名的完美主义者 在他的监督下干活 要做到一点灰尘都不能有 这几个人也很懂得自娱自乐 干活的时候 还偶尔开开带颜色的玩笑 看着受罚貌似也没有那么糟糕 挺懂得苦中作乐的嘛 本杰明这边收拾好后 确实不一样了 拍出的杂志 估计都会不像本人了吧 等他再次回到餐厅 可真是羡煞旁人 转眼间就是第一厨房的新篇章 今天的晚餐服务多么重要 是不言而喻的 这可是六强第一次应对晚餐服务 本间名挑战优胜菜 会加到今天的菜单里 厨师们也要对这道菜 好好学习一番 菜品确实是好菜 不过听起来 他用的食材非常复杂 看来今晚一定会很嗨哦 不知道他的这道菜 会不会成为最大的隐患 戈登还请来了一位贵逼 他不会在餐厅里用餐 而是会在厨师的桌子上 戈登今天对这几位厨师 抱有很大的希望 第一厨房现在营业 餐厅渐渐坐满了顾客 订单也蜂拥而至 本间名的优胜菜和笔木鱼 最受欢迎 刚一开始 艾德的鱼和扇贝就失利了 杰森的天使西面 调料也不够 戈登知道几人压力有些大 没有骂人而是鼓励大家 果然很奏效 厨师们端上来的菜 就没有不合格的 开胃菜陆续不断地走出厨房 可是本间名这个时候 在厨房里不愿意和任何人沟通 他这是要吃毒神啊 果然 错误就出现在他的身上 惠灵顿没有脆皮 他就交给戈登 慌问之下又给大家拜个早年 这些仅仅只是中间的小插曲 更精彩的是艾德 他没有一道菜是合格的 然而导致这一切的 就是本间名的自创菜 鸭子配菜都做好了 因为艾德的鱼总是不成功 所以全部的菜都要重新做 笔木鱼让鱼善区忙得焦头烂额 这也产生了连锁反应 结义的速度也慢了下来 晚餐已经开始两个小时 顾客们都在等待煮菜 而餐厅里全部都在等艾德 越等越急 越急越做不好 而这时 有一份笔木鱼是一位孕妇点的 端上来后还是不熟 哥能彻底抓狂 到这个结果眼上 开胃菜的台子上 都开始做笔木鱼了 现在整个厨房 啥也不干就干鱼 哥能希望本杰明 能像一个领导一样 由他来带领厨房 一个厨房代表一个团队 就这样各顾各的 根本就不可能成功 哥能现在 就需要有一个人 能来扛天下 但是很明显 都是自私的人 主厨想提拔本杰明 却不成想 他也是一块烂腻 贵宾随时会道 厨房这个样子 可是不行的 时间已经过去两个多小时 厨师们将哥能推向 忍耐的极限 艾德和本杰明 都被哥能赶出去 哥能对厨房重新分配 厨师们似乎找到了节奏 没过多久 哥能的贵客就到了 随着贵宾已经入席 剩下的厨师 仍然希望完成今天的晚宴 然而这四位选手 就像开了挂一样 开胃菜 煮菜 都一一顺利完成 他们的效率非常高 餐厅的客人也很满意 在厨师桌上 也得到了超好的夸奖 仅凭四人之力 就完美落幕 很可悲 今天的表现 简直就是一塌糊涂 今晚最能够证明的就是 本杰明根本没有领导能力 哥能对他很失望 让他们回去想想 到底谁不应该 留在第一厨房 在我看来 很明显了 赶出去这俩就不错 还想什么想 然而本杰明上来 就说秋天不行 说人家没有热情 做的都是简单的事情 杰一也很认可 本杰明的想法 你说这两个大老爷们 就这么欺负一个姑娘家 另外杰一还想提名杰森 总是拿以前的杰森为话题 可是人家杰森今天 根本就没犯错好不好 这一切的评判 咱们谁说了也不算 只能看哥登到底如何抉择 来到餐厅 哥登让秋天来提名 秋天直接就说是自己 因为大家都觉得自己该走 并且提名的次数也是最多的 第二个是艾德 他不懂得沟通停滞不前 今天的表现 也给厨房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二人上前 说出想留下的理由 秋天已经是第五次 站在淘汰环节 好像被队友盖上了红字 不管做什么 不管怎么进步都 依然会被提名淘汰 总的来说 就算和自己不喜欢的人合作 也没有表现出要排斥队友 艾德觉得自己 可以同时完成不同的任务 至于沟通也一直在努力 相比专业修养 可以说是团队中最好的了 然而在哥登那 可是心名眼亮 秋天还是个可以成长的选手 归队 至于艾德 已经快要崩溃了 第一厨房属实不能再留下他了 艾德从第一往来 表现非常出色 可后来就一直在退步 第一厨房需要的是有能力的人 而不是走一千到八百 希望他在接下来的日子可以进步 毕竟有时候行动比言语更说明问题 这是一个比赛 就是强者留 弱者走 剩下的人要向哥登展示 到底谁有能力成为HK的领导者 下集中的厨房就像战场一样 硝烟尿尿 斯考特的忍耐都已经到达极限 不穿衣服的 厨艺不好的 精彩还在继续上演 好了今天的第一厨房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